各位同学好 我是林文老师教身大学 已经到了28年29年 讲解经济学院杂志 已经讲解了13年 你没有听错 我再说一遍 讲解经济学院杂志 已经讲解了13年 所以在荧幕上 就可以看到林文老师 2704篇文章 一个礼拜5篇 累积12年的结果 所以就变成 我是讲解经济学院杂志 文章的高手了 再经过详细讲 就可以跟程度比较强的同学 做一对一的讲解 举例来说 我们在荧幕上说 可以看到这个标题 讲到是补助 还有再加上 对制造业的保护 因此会伤害世界的经济 其实这句话就拐了歪 骂哪个国家 当然是骂中国了 国家对是不是 当然很多国家 都有自己的国家对了 我们讲补助 为什么你会需要老师来帮助 补助这个字 各位听听看发音 subsidy 希望你有听到了 subsidy这个叫补助 在字典上查不算太难 subsidy 可是这个字很有趣的地方 你真的是首翻字典 才看到很多的重点 subsidy 就在它旁边 不远处 这个叫趋于平缓 说老师这一次 是不是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色 subs 是的 都给你什么感觉 往上还是往下呢 这就是我们看 字头 字根 字尾 最有趣的地方 通常我会教学上 ize结尾是什么用途 subs 开了都什么用途 降背一个单字才能效果比较好 这就是学语文最重要的乐趣的地方 毫无松之 他说对于制造业 我们进行补助和保护 其实会伤害这个世界 伤害这个字 在荧幕上各位可以看到 原来我们这个字 可以学到很多的重点 比如说 home这个字 各位可以思考看看 它是动词还是名词 怎么变形容词 带来有害就有相反 就有意 有意又是谁 这是学语文有趣的地方啊 你要找老师上课的目的就在这里 我就会咋说清楚讲明白 然后有意就有有害 有害只有这个字吗 还有其他单词啊 这时候我们背了之后 再看文章 累积的功力就比较好 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 不过 他说重塑这个世界的供应链 天呐 讲到供应链 台湾要举手 不 举双手 台湾就是供应链 其中重要的一环 他必须付上不少的代价 叫comes at a great cost 这就是我们觉得有趣的地方 当然了 最后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我们大家都使用GPT来做查这点查资料 各位知道GPT用来看例句 真是超好的 在荧幕上我们可以看了 subsidy这个字叫补助 名词 其实我不用这样打 因为我的指令已经输给他了 再来他会自己认真的帮我查例句 不过我要让各位知道 另外一个地方 这两天也开始可以服务了呢 但是我们一比较知道他的好跟坏 这个就是Google底下的Bard Bard这里面呢 我把他打入我们刚刚要问的两个单字 不过你不能就到此为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记得我的指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只好重打一次 我们也来给他跑一下 刚刚的指令已经跑好了 我们在荧幕上来看 这个subsidy的补助真好了 你看这例句我觉得蛮喜欢的 政府提供补助 教高中大学程度以上的都很好 你看到没有 都讲得非常清楚 不管是洞三名词都是非常的清楚 这些东西我倒是把它贴过去 可是我们在看看Bard的结果 有没有得到的答案 有啦 他有中英对照了啦 刚刚的例句有点比较接近了 补助款 这个例句比较好 可是有些例句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哎呀他这边隔了一堆的奇奇怪怪的 这是Google他的优点 但我觉得废话好多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名词更动是对我们有帮助 有我觉得他的进化当中了 我觉得他被骂了 因为之前问的情况 他得的答案实在不太好 比如说我就问他indispensable 他给我的例句都好烂 indispensable这个叫不可或缺的 可是我们在GPT里面 问的答案会得到了更好 例句更优质 刚刚在我们在这边bar所看到的水 对我们生命是不可或缺的 你都到了高中都到了大学 看了这么简单的例句 对啊你好歹用了比较难的例句吧 对不对 你看这个对照下我就觉得很好 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评论 真的是学语文最好的力气 今天讲解到这里了 欢迎你找林文老师上课 我根据你们的程度来安排不同的学习 长时间的学习绝对是值得的 因为你为了赚的钱绝对比给我的学费还多 等你找我上课咯拜拜